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有 管仲、乐义、李亏、吴启、商鞅、申不害、韩非、李斯等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 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被汉书、易文治列为九流之一 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、社会发展思想、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 法家成型很早,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 成熟在战国时期 法家是战国时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 在政治上可谓是独步天下 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、文化、道德方面的约束很强 对现代法治的影响也很深远